澳大利亚悉尼咖啡馆挟持人质事件落幕 市民纷纷前往事发地点献花或莫哀 表达对两名遇难人质的思念 并且赞扬他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所展现出的英雄气概 根据澳洲当地媒体的报道 不幸遇难的38岁女律师道森 和34岁的咖啡馆男经理托里 都是为了救助他人英勇牺牲 男经理托里曾试图从劫匪手中夺枪 尽管男经理被打死 但枪响迫使警方立即展开强行解救行动 最终帮助其他人之获救 而另一名女律师道森 也同样做出令人敬佩的举动 她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身体 为一个怀孕的朋友挡住了枪手的子弹 而她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